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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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言语治疗的成效 并依据本地研究实证探讨未来新方法治疗的可能性 第一场讲座之后会有问答时间 大家可以先将问题写在提问纸上 再交给在场的工作人员 在线参与者如果想向港者提问 也可以由现在直至两位主港嘉宾分享完结之前 电邮至rgc.ugc.edu.hk 并列明标题《吸港者的问题》 有关问题中会转交港者在第一场讲座的问答环节中回应 我们现在有请黄敏尼博士和吴凯尼博士 大家好 我是黄敏尼 我身边这位是吴凯尼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相语系的教研人员 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中风后的语言恢复之路 一起探讨一下脑神经功能、损伤和言语治疗的帮助 在这个一小时里面 我们的分享会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会讲解一下大脑处理语言的过程 第二部分是关于中风和相关的语言障碍 之后我们会讨论一下现实言语治疗的方向以及成效 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些近期的研究 探索新式治疗的可行性 现在让我将时间先交给吴凯尼博士 为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 谢谢黄博士 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我们带脑处理语言的过程其实是怎样的 很多人都会说 其实人类和灵长类的动物 就是猴子类类似的 就很相似的 之前我见过一个外国的研究是这样说的 就是将人类和猴子的基因作出排序 我们会看到原来灵长类动物的基因排序 跟我们有96%是一样的 大家可能有点害怕 是不是? 糟了,我是不是很像一只猩猩那样呢? 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的 因为原来我们人类有一种很独特的语言能力 就是这个语言 有些人都会说 猫仔会猫猫,狗仔会吠 其实很多动物都有些语言 但其他动物的语言跟我们不一样 人类的语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语言是有组合性的 我们可以用很多词语 就生成很多不同的句子 给我们去表达自己 另外我们的语言 都是我们人类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而且我们有一种叫做原语言意识 语言意识是什么呢? 就是例如我们今天要讲一个讲座 我们就要想一下 究竟用什么词语,用什么用字 可能会让大家可以明白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原语言意识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左右两边的脑袋 我们右半边的脑 就是负责形象思维 处理一些图像和音乐等等 而我们的左半佬 就是负责逻辑推理 语言和文字的 我们就会分工合作 让我们很有用地帮助我们平日生活 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有些朋友可能又会问 你们这些说言语或言语治疗的人 我们不是常常说把口吗? 虽然很多人都要靠把口 但事实上我们的口是我们的发音器官 而我们处理语言 其实是我们大脑的工作 很大部分都是 我们的脑有很多部分 都和语言处理相关的 你看到这个图里面 蓝色这个部分 我们叫做伟尼克区 这个区就是负责语言的理解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你现在听得懂我说话 其实他们已经在做事了 另外你可以看看这个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就叫做布洛克区 它是负责帮我们 去组织一些句子表达的 而紫色的部分 这个名字很有趣 它叫做角茴 角茴这个部分 它很重要 就是它帮我们整合一些 听觉、视觉和感觉方面的信息 是对我们的读和写都很重要的 有一些疾病是会影响我们的脑血管的 中风就是其中一种 很常见 大家都听过的 香港的公立医院 每年有超过一万二千宗 因为急性中风而入院的个案 如果一个人他阻挡中风的话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 脑袋左右就是各司其积的 左脑中风 其中一个常见的后果 就是语言障碍 刚才说到 脑子好像有很多部分 大脑在不同区域 因为他有不同的分工 所以大脑受损的部位不同 或者中风严重的程度不同 其实都会影响患者语言问题的情况 所以你说真正的情况 其实就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可能他会发音的控制方面 就比较难一些 有些人他中了风之后 他可能表达方面 他说话好像脱脱咳咳 断断续续 但是他不可以用一些比较好的句子 去表达自己 另外有些人又不同了 他说话好像很流畅 说到一些很长的句子 不过其实他找不合词语 他也不太理解句子的意思 他口语的沟通 所以其实也是一般的 这里我们研究词 有很多我们的客户来到这里 这是其中一些 他们也很好 他们会拍一些影片 帮我们 让大家去知道 其实中风患者的情况是如何 这个太太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太太自己中风的经历是如何 第二次中风 佛罗伦斯中风 左 右边没有力 语言能力不行 和脚部不行 和手部不行 对 他说话好像也挺好 大家可能看到 是不是 这位太太的情况也挺有趣的 她是离开香港外游期间 你听她说佛罗伦斯 其实因为她说话很长 她在意大利旅游途中 在佛罗伦斯这个地方中风 她之前就在我们理工大学的 言语治疗所接受 一些言语治疗的训练 其实她现在 说真的她的 言语的能力 都算是不错的 大家可能刚才会留意到 又不错之余 也有少少有趣的情况 就是她有一些找字的困难 你会看到她在想 但她又好像有些方法 有些计划去帮她自己 你记得她刚才说 左右那里 想一想 究竟左还是右呢 她就会找一些手势 去想一下 如何可以找一些概念 去帮助她自己 去找一些对的字 去表达 而她的经验 另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知道 中风是会带来 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 半身不碎 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所以她说 手又有问题 脚又有问题 但是 中风带来的一些障碍 其实是不单止 身体方面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 其实她说话方面 都是有一些困难的 刚才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她在寻字方面 寻字的困难 也是中风之后的 语言问题 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障碍 好了 中风其实可以带来 一些我们所谓的 神经性的沟通障碍 因为神经性 就是跟我们的大脑相关的 这类沟通障碍 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如果 我们未解说之下 可能你听到太太说话 你会觉得 都没什么 正正常常 一个普通的太太 所以 其实 这些语言上的障碍 其实在外观上 其实不是很容易被人察觉 因为如果 你的手不能够动 你的脚走路有问题 很容易大家会看到 你会给他一些帮忙 但是很可惜 就是 语言障碍 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些片 给大家看 你就会看到 其实 它不是真的那么显然易见 所以它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困难 所以 也希望大家 有机会多些了解 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有时 都可以多些了解 的时候 对一些神经性沟通障碍的玩者 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 协助 例如 例如 理解困难 会是怎样的呢? 他未必是没有东西 他也未必会直接 告诉你 其实我不明白 你的话 他的情况就是 他有时 你问他问题 他就答非所问 不知道答了些很古怪的 甚至 其实他自己 可能 亂说一通 因为 他也要掩盖了 他的问题 所以他可能会亂说一通 其实 但是反映的 如果我们聊天交流 就是我明白他说话 他说完 我又再去说 但其实他明白不到 他本身说的话 他的回应 就是会古古怪怪的 有时 说话困难 刚才说过 如果你是一些 脱脱卡卡的 可能比较容易见到 但是 好像刚才的太太 你看到她 也是比较流畅的自己 你可能 其实不会那么容易 感觉到她的沟通是受限的 读写的方面 刚才说过 大陆的功能就是 在读和写 都是文字的功能 都是语言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 看下报纸 不看真的报纸 也会看下手机的报纸 对吗 或者上网 阅读一下资料 或者看下一些雜誌 如果他在语言方面有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挑战 再者 我们很多研究都看到 其实有沟通障碍 不单止你和朋友的社交方面 是受影响的 另外照顾者 你和你日日和你一起的家人 其实那些交流都会受到限制 也会影响的 接着来 我又交时间给王博士 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还有几个言语障碍的个案 我们来看看神经性沟通障碍 神经性沟通障碍 主要分为两大类 分别就是 语言方面的问题 英文我们就叫language 和言语方面的问题 英文我们就叫speech 语言方面 刚才也有讲解过 有表达型的 和理解型的失语症 再细分之下 表达型的失语症 又可以再分为 流离和非流离的失语症 至于言语方面 我们一般都会统称为 运动言语障碍 说的就是 发音器官的运动能力 而不是我们强身健体的运动 我们现在接下来 我们也会播放几条片 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个案 这条片 看看大家有没有察觉 这位先生有什么沟通障碍 你们可以自己上试看看 有没有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吃药 吃错还是什么不知道 突然之间觉得身体 又有中风了 根本就即日去看医生了 看了医生之后 医生查过了 就说我有中风 之后就没有上班了 没有做事了 一路要一直去学 一路去学了 嗯 大家是否觉得 其实他的说话能力也挺好呢 接下来我们又看另一段 一段的短片 亦是这位先生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他的语言方面的表现 这是什么 这是苹果 橙 这个有时候很多都说得很清楚 桃子 很尽力啊 这个是苹果 香蕉 西瓜 有时候这个也挺难的 我就 麻烦的 叫做 说不出这个 说不出这个 这个 好不紧要 这个呢 西瓜 好 好 这个 这个很久都不懂了 很快就忘记了 好 不要紧要 这些都是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如果说出图片里面的水果名称的时候 他有时是说得到 但是有时他又说错 就例如 你 他就说了是 苹果 另外 另外 他也有很多的明星是说不出的 例如 榴莲 木瓜 等等 他也想不到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好 不如你告诉我 这几道的水果 你哪些会吃得多些 就是平时吃的 平时都是吃 香蕉 最多的 这些西瓜 这些叫做西瓜 这个 都是说了 心脂 但是都是 不懂就说不了 好 不要紧要 这次我说 你看看选不选出来 好吗 我想你选榴莲 这个 这个 黑榴莲 这个你说都很少吃的 对啊 我对它的味 这种不太喜欢 怕它有些味 你觉得它有些什么 有些味 臭臭的 我们不太喜欢它的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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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车梨子是哪个 车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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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的 这个是车梨子 这个是车梨子 这个呢 会不会有吃的 这个很少吃 这个 所以不太记得 不太喜欢 少吃的就说不出 是的 是的 我也是 大家都看到 当提到榴莲 这种水果 它其实也知道 这个意思 然后它就会说 这个水果有些味 臭的 然后要选择 车梨子的图卡的时候 它都好像需要想 比较久的时间 原因就是 这些水果 它也比较少吃 所以如果像一些生果 通常我们见得多 说得多 这样就可能 对这方面的记忆 就会好一点 有些可能我们不太常见 或者不太常吃 这样就 找字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这两条片 你也看到 其实第一条片 当它自己说话的时候 好像都相当流利 但是 其实 明明的时候 它就有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明显的困难 另外 接着这条片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女士的情况 了解一下 什么是扣音障碍 我现在是扣音障碍 就是 我们的主要 最后 医生 都在扣音障碍 会 到这条片 很明显的 在这条片 我 Senin天生他會和他健康的工作 我會和他說話 我們要一起做的工作 我們會把會作弄 我們會把這種工作 我們會把會作弄 在這段影片大家應該都留意到 這個女士的口語能力跟剛才的男士有明顯的分別 這個女士在意思表達方面沒有什麼問題 但她說話比較慢 而且還好像要用很多力才能說話 咬字和發音上也有點困難和不準確 接下來我們又有另一段影片 看看這位先生的分享 是什麼時候的? 很多年了 中風就很... 又是... 我沒有尊兆的 嗯 很鮮少的 是啊 在哪一年中風的? 一一年 一一年的 在哪裏中風的? 嗯 是去機場的 去緊機場的 是啊 那接著發生什麼事? 嗯 暈倒 好 暈倒 是 進了醫院 是 有沒有昏迷? 有 一天 大家都看到 剛才這位先生 他有很多韻字的困難 表達是斷斷續續 只可以用比較簡單的詞語 和句子 去表達他自己 這些都是屬於一些 非流離性的失語症的徵作 那我們繼續看這段影片 有些人去喝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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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東西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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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什麼 這些 這些什麼的? 有些人去喝茶 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吃 嗯 這個人在這裡做什麼? 這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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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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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在這裡做什麼? 飲… 吃東西 嗯 好 這個人在這裡做什麼? 什么呢? 推些什么? 推点心 推点心 好的 除了上半段的影片我们看到的失语症症状之外 其实在形容图片内容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发音错误 例如在他说点心的时候他说了两次 但这两次的发音错误是有点不同的 这也是言语失语症的其中一个征助 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些言语治疗方面的成效 在一个神经性沟通障碍患者的情况 我们主要言语治疗现在的方针是有两大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障碍围本 就是我们希望有些功能现在不太好 我们希望做一些去恢复功能 例如刚才说过所谓的命名能力 即是稳治的困难 是一个失语症患者很常见的情况 我们会用一些刺激和锻炼大佬的语言网络技巧 我稍后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第二个方向就是一些所谓的沟通围本的训练 就是我们会针对如何去补偿一些 可能没有了或者训练的情况 都未必会很理想的一些功能 例如比如说可能你记得刚才那个女孩说的 是比较不清晰的 比较困难的 那我们可能就会教她有时 就用辅助一下 用一些手势 令到她一些不清晰的表达 给别人都会容易明白 其中一个我们言语治疗师 这些经常用来做失语症 是稳治困难的方法 就是这个叫语意特征分析的疗法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 一些名字好像很长 但其实不是一样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就会选择一些目标的词语 好像在这里的例子 我们就是想说到 譬如是给她铰匙 希望她可以说到铰匙这个词语 但刚才你会看到 找字困难的人 其实想来想去都未能找到 那我们就会用一个图像组织表 就是这个图里面看到的 那我们就会用一些不同的 一些和目标词语 即是铰匙相关的一些词汇 或者一些概念 这个网络去帮她激活 令到我们在大佬那里 是更容易地找到那个字图 例如像锁匙这个例子 我们会知道她的类别是一个工具 她的用途是帮我们开门 开柜桶 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希望这些相关词汇和概念 这个网络里面的连接会比较理想一些 令到患者在词汇、词语的检索 那里就会有所提升 另外我们香港理工大学的团队 我还有同事 就是也研发了一个 语义特征分析疗法的改良版 用在我们香港讲中文的人 在做言语治疗的时候 我们觉得刚才大家看到的 那个图像组织表 它一定是有限性的 因为譬如刚才你看看 那个例子 好像你说 我又不是想到这些东西 我想到其他东西 不能够涵盖 就是和词汇相关的全部概念 所以如果刚才你会看到 例如我们在影片中 那位先生说不到楼莲这个词语 但是 与其由我们的言语治疗师 去想一些概念 和相关的词汇 帮他强化自己的网络 那我们就会 叫他去想一些相关的概念 去帮他自己的 因为每个人对那个词汇的网络 其实不一样 这个例子就是 我们看到 这个叫找不同的游戏 例如 如果我们想训练的是 一些动物的名称 这里有狗、猫、鼠 那你就会想想 究竟哪个是不同的 那其实 这个答案就很取决于 你想到的什么概念 网络 例如有人可能说 狗和猫是一样的 那不同的就是鼠 因为狗和猫是宠物 但是鼠就不是 犯指 即是那个人的心目中 就是想老鼠 那如果你的心目中 想鼠是另外一些 寵物类的人不同 那他想到是这样 又或者 他会说 猫和鼠 就相似 因为会爬树 但是狗就不会 那些人就会说 这么复杂 我也不知道 真的狗不会爬树的吗 这个就是 刚好那个人 在他的网络里 想到的 这些事 透过这种训练 我们令到患者可以自行 生成更多 和这个目标 词汇相关的 独特的语言 的意义 的特征 令到他的词汇 检索就会好些 当然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回原本的文献 另外就有一个 我们叫做 回应擴充治疗法 这个方法就是这样做的 例如我们会展示这张图片 然后治疗师就会和患者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里是在做什么 患者通常都会回答 侦查 类似的答案 之后治疗师就会用一个对话 当中包括一些简单的问题 例如我们在哪里会有侦查 我们侦查用什么工具 我们会用一些问题 去慢慢逐步扩展他的句子 希望患者说的说话里面 就是能够利用多些的所谓内容词 内容词比较容易帮助我们 表达我们想表达的概念 就能够去说话的时候 更加好地表达意思 另外有一件事 刚才我们说 最悲的那条片 那位红色衣服的那位先生 就是他有一些音 可以说每次都 每次的错法有些不同 这个情况 刚刚那位先生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有一些言语失用症 我们又有一个方法 就是叫做八步进程法音训练 专闭帮他们一些 关于言语失用症的朋友 这个方法很复杂 这个八步 但跟天龙八步没什么关系 这个八步主要是 运用听觉和视觉统合的刺激 令患者的法音的准确度 可以提升 因为我们要帮他们 从脑袋里规划 和执行扣音器官 一些运动方面的顺序 这是其中一个多人用的方法 刚才说了一些我们希望帮他们的障碍 提升一些能力 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叫做补偿功能 是补偿一些 其实很难训练的 因为 比较严重的个案 患者未必可以透过训练 很有效地用口语 去表达自己 但我们也不想他们 没有了表达和沟通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会用到一些 叫做非口语的沟通辅助工具 例如你看到这个图片 有一些是指本的沟通簿 这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近年这些都比较多 人会用电子沟通簿 例如我们会用平板电脑 例如这个例子 你看到他用iPad 我们会帮他安装一些程式 令到他可以用到沟通簿的训练 还有就是 另外一个叫做电脑化的稿本训练 稿本训练 你想一想就知道 就是读稿 有点词 稿本训练 就是我们会帮助患者 他可以透过反复的一些练习 一些很固定的句子 就着一些无疑的场景 例如如果他想练习 我常常去茶餐厅 不懂得叫食物 我们就用这个茶餐厅的场景 做一个稿本训练 电脑化的训练 就比较有效 因为他可以回家自己做 所以我们可以定立了目标 然后就可以 偶然看病人的情况 然后就让他看看目标 有没有需要改变 他的训练目标 以及训练的情况 这个也希望可以达到 一个补偿方面的功能 传统上 大家可能听过 言语治疗 都是言语治疗师和患者 一对一的训练 有些人就问 你们会不会可以 一堆人一起做训练 其实也未必不可以 好像我们香港理工大学 研究治疗所 我们也有个别训练 也有些叫小组治疗 那不如我们看看 这位太太 她自己在小组治疗方面 她的看法是怎样 大家一起进入小组 其中一样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放松心情 然后大家一起 说小组有什么吃 有什么玩 那男人打电话给人 打电话给人 接着我落单 以及女人点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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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有什么出错 還有飲品 飲不出錯 大家一起想一些東西 但是很放鬆心情 你覺得怎樣幫到你? 覺得放鬆心情 說話聰明了 聰明了 還有沒有壓力 大家聽她說 她也很放鬆心情 你會看到小組人員的治療 現在對我們看到的患者是開心的經驗 因為我們會用一些模擬的場景 或者是一些遊戲 剛才她說的也是扮演在餐廳叫食物的活動 如果你說真的 剛才你看到 她慢慢說 她也會說得多一點 這也是我們的學習 如果跟一些心理症患者溝通 我們可以慢一點 給他一點時間想久一點 然後去說 另外就是當她說的時候 如果真的茶餐廳就很難訓練 因為我們香港人比較心急 茶餐廳就比較難搞 所以我們有一個模擬的訓練 她就覺得好像沒什麼壓力之下 她可以接受一些訓練 然後練習他的語言技巧 讓她覺得沒有壓力之下 練習之後 她說話的能力就可以有些提升 好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比較新式的治療方法 其中一個在香港和外國 都有進行的治療技術 比較新的 這個叫做經勞直流電刺激術 簡稱我們叫TDCS 古名思義 這個方法就是有一些微電流 會經過頭顱 用飛入侵性的方法 對大腦的皮層 在一個特定的區域 進行一些刺激 就是微電流的刺激 目標是為了提升 語言和言語的能力 說到刺激 大家可能會有一點緊張 不過這個程序 其實也不是說很刺激 因為其實是叫微 它是用微電流的 這個程序是不會有痛楚 不過在整個程序進行的時候 你是需要戴一頂 像這樣的電極定位帽 然後當進行直流電刺激的時候 參加者通常會感覺到 會有一點點暖暖的 和狠狠的 或者是刺激的感覺 世界各地 其實都有TDCS的研究 我的團隊進行的研究 是用刺激術去治療 中風引起的扣音障礙 即是說發音方面的問題 過程都是透過定點的刺激 我們去刺激大腦的主要運動皮層 因為在這個部分 主要它是負責發音器官的運動能力 初步的研究顯示 言語治療如果是可以配合TDCS 是可以促進神經性扣音障礙的復康的過程 如果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看看這個文獻 另外除了扣音障礙 我的另外一個研究項目 都是用TDCS去治療 不過這就是治療中風引起的失語症 即是關於語言理解和表達方面的問題 患者也會同樣戴一個電極帽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 右邊這幅圖的紅色的點 主要就是我們刺激的部位 就會集中在左邊的左半腦 因為左半腦這邊 就是我們的語言表達區 我們就會重點刺激 中間這幅圖就是刺激過後 有刺激共振的影像 結果就顯示在接受了 這個言語治療家TDCS刺激之後 大腦的多個語言區域的運動 以及訊息的密度有所提升 這個研究我們也正在進行 所以在座如果有哪位有興趣 知道更多的 都可以聯絡我們的團隊 另外呢 我們的團隊還有其他的同事 也都在進行一些 比較創新式的失語症治療 就例如這裡 有一位同事 他就運用虛擬的實境技術 為失語症患者提供那些沉針式的體驗 讓患者在當中可以聯繫對話 增強他們的溝通信心 平時你們看到這個大一個東西 就像是VR 現在也很流行 所以我們的同事也是用一個技術 去幫助患者可以聯繫 他們也不會覺得很緊張 這裏列出的就是我剛才提及過的一些研究 的相關文献 我們盡量都會把我們的研究 成果在學術的會議和期刊發表 希望長遠以來可以廣泛地形容 在臨床的言語治療當中 讓更多的患者可以受惠 我們也想趁今天的機會 特別感謝我們的研究團隊和同事 還有很多參與拍攝的服務使用者 今天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關於中風後的言語恢復方面的工作 以及研究 我們也感到非常榮幸 感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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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謝黃博士和吳博士的分享 接下來會是我們的問答環節 大家在入場的時候 應該收到一張藍色的問題紙 如果有問題想問兩位博士 就可以寫在上面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便會代為提問 兩位博士已經收到一個問題想問 請問剛才提及過兩組不同的治療方針 請問如何判斷應用恢復還是補償功能的方針 其實這兩個方針不是我一定要選擇 選擇甲或是補償的 這兩個方針其實我們有時是兩樣都會用的 例如你看到第一個影片裡 那個說不出榴槤的那位先生 大家都記得他 我們其中一個訓練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用剛才我們在圖片裡做的 就是鑰匙那個詞語的一個 語意網絡的增強方法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們是鍛鍊回去大佬的整個語意網絡 就是我們會想回他自己 在這個留年的詞彙 有些什麼幫助他寄這個詞彙出來 又或者我們用第二個方法 一個改良品 讓他去找出一些不同種類的水果 其實有沒有一些獨特的一些 語言的意義或者概念 幫助他增強自己的能力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恢復功能的方法 但是同時我們也會教他 因為你看到他 他好像說到一半左右 譬如剛才我們給他這麼多水果名稱 也就是說 又有很多水果名稱 其實他自己也說不到 我們訓練的時候 不會說一天半天 就可以提升到 他的整體語言意義的網絡 令到他的文字很厲害 不會是很短的 所以我們也會教他一些補償的功能 令到他可以 譬如我們會想著 他說我要去買東西 我一定要買水果 我老婆說現在要訓練我去買水果 可能我們就會用一個稿本訓練 去想一下 那好吧 我們不如搞定水果 這件事 那是一些比較補償性的東西 你說他只能搞定 那次買水果 那是一個補償功能的東西 就不是說 正正去完全恢復到 原本的穩字功能 但是 兩者我們可以說是 雙負雙成的交互使用 就會令到 那個言語治療 是比較貼切 還借稅要 比較有效一點 多謝五博士 那另外呢 有另外一個問題想問 請問 剛才有提到 有一個就是 用直流電刺憶的治療方法 請問這個治療方法 會不會不適合一些高齡人士 或者長期病患者去使用呢 那關於這個呢 其實就 因為有少少微電 而且 除了這個 另外呢 好像 這個失禦症 這樣我們是會有治療共振的 即是前後 他們都需要照治療共振 這樣是看個別研究的需要 我們都看 OK 如果他又裝了一些心臟起薄器 或者還有做過什麼其他手術 我們都會看它是否適合 即是如果需要照治療共振的這個研究 如果平時的環節都已經不適合照治療共振 這樣他就不適合 另外這個 TDCS 經勞直流電磁激術 也是 如果他好像 家裡有些 他們有些 有人 是怎樣說的 有發揚調的那些歷史 家人 他們都不適合 所以我們會很嚴格地去 篩查每一個想參加的病人 看看他們是否適合 然後還有他們吃了什麼藥 像這些 如果有些患者 如果是有懷人的 也不適合 其實我們會有相當多的條件 他們需要符合 所以在這些研究 其實我們都做得挺辛苦 因為 要找到適合的參加者 是相當難的 這樣吧 謝謝雲霍時機 另外有一位市民想問 如果患上了失語症的人 如果他用打字的方式來表達的話 會不會可以跟正常一樣的速度去表達自己 有幾個方面 第一就是 如果記得我們最初說的那個腦的圖 第一就是 我們會看看 這個方法 就是剛才所說的 其實是一個補償功能的方法 因為如果說不到 那我就會用寫字 或者打字去表達 這是一個方法 如果那個人這麼巧 他的讀寫功能 是沒有受影響 但是也有時候 有個案 其實他的讀寫功能 本身也有影響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打字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口語這麼快 譬如剛才 好像詩兒問我一個問題 我立刻就會回應 如果我說 其實不如我用文字回應大家 其實我也可以開這個出來 然後我就打字上去 但是 就很取決於打字快快 我打字因為很慢 這個方法 對我們來說 可能就不是說 能夠很快地做到 但是也會有用的 因為有時候 有些患者 其實他這麼巧 我們有時候會看他 原來他 在文字方面 即是一些書面的東西 原來讀寫方面 仍然是不錯的功能 很可惜 他在口語方面 功能是非常差的 特別有一些 如果你看到 好像剛才那個 年輕一點的女生的影片 他主要是運動言語的問題 他不是說 他的腦袋對語言的處理很差 這些情況 其實你也看到 好像很用力地說 對於他來說 其實他比較年輕 因為他打字 他學力很高 因為他打字很快 對於他來說 這也是其中一個幫助他的方法 另外我也補充一下 剛才有一位男士 他講榴槤的時候 他就找不到詞語 其實他也有來參加我們的研究 他對文字比較好 其實如果那次他找不到詞語 當我一讓他看文字的時候 他就可以馬上說得出 所以其實就是師傅大勞受損 然後是怎樣受損 有些就是發覺 他自己這樣想 怎樣也想不到 但是一看到那個字 其實可以認得 可以說得出 所以也可以視乎 每個人的需要 有些可能就是用文字 會幫助他更加好的溝通 這樣就不是幫助他完全恢復 但是可以輔助他 讓他的溝通可以更加好 謝謝兩位博士 還有最後一條問題 市民想問 直流電刺激的治療方法 如果在正常人身上使用 會不會令他們說話更流暢呢 這個其實我也有做過相關的研究 我的研究就是叫健康的年輕人 大學生 我叫他們說一些急口令 然後看看他其實 電之前之後 其實他的急口令 有沒有說得好或者快 因為其實急口令 我們有看幾樣 尤其是他的速度 以及他的準確 因為他連續要說同樣的急口令 說幾次 說好幾次的時候 他就會說得比較熟 其實我們是發覺 如果是有刺激的話 其實這個速度 如果只是電一次 就沒有太多的影響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看回這一邊 雖然我剛才沒有解釋 我現在可以解釋這個圖 通常我們做一些TDCS 和言語治療一起配合的研究 就會電最少十次 兩個星期內 電足十天 可能中間星期六日又休息一下 就這樣 就像我做過正常人的研究 我就是電一次 就發覺你電一下 其實是會好一點的 但是因為它的效果 幾個小時後就可能沒有了 所以其實有些人就擔心 這個電磁機會不會整理我的腦 現在其實我們全世界的研究 都是很有限的 只是說了 如果是電一次 可能它的效果 只可以有四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 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我們幫助患者 要幫助患者 有比較好的成效 我們就會做足十天 而且除了做足十天 我們會連續地 連續地有言語治療配合 TDCS 希望可以一直提升效果 好 很感謝黃敏尼博士 以及吳開兒博士 這麼精彩的分享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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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